这绝对是王祖贤牺牲最大的电影 身为社团的女老大 却被小弟强势表白 随后小弟更是以下犯上 和他练习起了双人瑜伽 为了能够为所欲为 小弟还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金莲是个黑二代 父亲东叔是道上的黑老大 经营着数不清的灰色产业 如今年过半百良心发现 就想把名下的产业洗白 这决定刚一宣布 公司的元朗们不乐意了 可爱于东叔的威望 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丧彪不愿放弃这块肥肉 打算脱离东叔自立门户 东叔知道这事后 就派心腹高大强去劝说 可高大强同样心怀鬼态 于是他阳奉音韦 对丧彪一顿羞辱 丧彪当场就气疯了 你回去告诉东叔 我出来打别家 最好不要逼我 不然狗鸡跳墙 我要是豁出去的话 大家都不好过 你要知道 东叔还有很多把柄 落在我的手上 高大强一听赶紧找到大壮 让他想办法解决掉丧彪 大壮是个一顶一的狠人 冲到餐厅就开始动手 随着他的手起刀落 丧彪当即失去了一只耳朵 看大壮这次来真的 丧彪禁直往警局跑去 两人你追我赶 最后还是丧彪更胜一筹 他以为东叔是要斩草竹根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把东叔的事都说了出来 很快警察就来到了东叔家 然而气氛却异常的甘打 因为警察阿达是金莲的男友 金莲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带走 随后为了寻找证据 公司也被翻得底朝天 老大们都被带去警局问话 不明真相的金莲来到公司 求阿达能够放了父亲 可丧彪死咬着东叔不放 在人政务政据权的情况下 阿达根本就无能为力 东叔为了保全公司和手下 就一人揽下了全部罪责 把公司和社团交给了金莲 嘱托他要做正当声音 还让高大强和阿威协助他 金莲上任的第一天 就宣布停掉所有的赌场舞厅 堂主们本就对他不服气 如今更是怒火中烧 哎 大小姐 你老子是不是有问题 看你说 我尊重你老人家 同样的 我也希望你能够尊重大小姐 不然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 堂主们虽然不在反抗 却还是心有怨言 他说话太嚣张了 跟真一样 以后就和西北风 高大强看到这一幕后 悄悄把堂主们聚集在一起 说自己有几单赚钱的大买卖 绝对是稳赚不赔的那种 可堂主们惧怕阿威的手段 所以都顾虑重重 干脑什么话大小姐吗 说 说话呀 趁着东叔不在 我们捞他几年前 你的意见是很好 不过 你能摆平阿威吗 只要各位前辈支持我 我就把阿威摆平 哎呀 先摆平了再说吧 于是高大强找到大壮 让他想办法解决阿威 只见大壮拿出塑料袋 直接套在阿威头上 随后一刀戳了过去 阿威就这样领了盒饭 没了阿威在背后撑腰 青莲女老大的位置也被架空 高大强更加的猖狂 他把目光放在了金莲身上 对不对 你也有在领吧 好 我来的